冬天空调舒服的方法 不管是便品空调还是定品空调 只要是冷暖形的 那么室外机呢都会有一个自动阀 用来控制制冷和制热的转换 你像便品空调在外机主板上 也有这么一个自动阀的线圈的界线 大多数的空调都是这个线圈得电 空调呢就会转换为制热状态 现在我们要舒服呢 在冬天的时候 就需要把自动阀的线圈拆下来 相当于用不给它供电 然后呢内进的边我们开制热 这样外机就会处于一种制冷的状态进行运转 然后呢拿到夏天我们收服的步骤来收服就可以了 这里还有一个疑问啊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讨论一下 就是为什么不能在外机处于制热的状态进行收服 确认了外机现在是处于制冷状态 我们先关闭细管 等待大约20秒30秒左右的时间 当然管路如果长的话 可以适当的到30秒到40秒之间 然后迅速关闭粗管 这样制冷剂就会回收到外机里边 然后迅速到室内这边关机断键进行正常的拆机就可以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